不明昌阿嬤棍阿蕃迪亞這個地方看起來很像是蝴蝶的東西 是將控到內褲皮到皮膚心臟頂功能的器官加重症 一旦出現了問題就應該在控制到結合的這個不爽快的競爭 現在機能抗進就是說它的荷爾蒙分泌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代謝就是變得極端的快這樣子 那底下的話就是我們甲狀腺分泌出來的荷爾蒙太少 那它就是代謝變得非常非常的慢 那這兩個是就是他們倆是比較極端的不同的面貌這樣子 其美病人的這個頁面層醫生標示說 甲狀腺控制嚴重發生率比嚴重感出這麼多 主要是因為公主體要那些問題 所以他們去如果是說初期沒有好好來控制一段 M病病病情的甲狀腺方法 都有這麼大的第四論 叫做甲狀腺風暴 那就是所有的甲狀腺抗進的症狀都很 都符合蠻多項那程度也非常的嚴重 那它就是因為它會造成那個就是呼吸很喘 然後心跳非常非常快 然後進一步會造成呼吸衰竭 還有心臟衰竭這樣 那嚴重的話會造成生命的危險 在高中三個問題 抗進還是滴下讓我們不一樣的治療方式 剛才是吃的到吃完 所以就能夠打過秋孫來做到治療 如果它抗進的話 那我們就是目前可以使用藥物 口服藥來治療 那或是不用放射點 然後讓那個甲狀腺慢慢的破壞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甲狀腺的手術 那這三個治療的話 我們大部分是先以藥物做處理 以前表示說大眾三控制人 是一種的體質 現在不可以來扮外 我去早期競爭 可以接受的藥物來做控制 好好治療也能有停有的機會 南明新聞 但這次上映空彩方不得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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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 it上 我們來看